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竟然会有这种事 我一直认为 迟墨是个知青众总踏距的 现在看来 是我高估了他 爸 迟墨他三分四次打我的脸 你要替我想想办法 他打你的脸 就等于打正式的脸 老女儿你放心 有爸爸在 我不会让你白白受欺负的 还是爸爸对我最好 妈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了 你捅出大楼子你知不知道啊 刚才宝珠的父亲打电话过来 说对你很失望 他打算把手头上的蚩市股份抛售出去 老真老张几个在蚩市持股量大的股东 都已经在找他洽谈购买股份的事了 什么 要是宝珠所有的百分之七的股份 落到那几个人手里 你和我分分钟就会被踢出董事局 蚩市集团也会从此一主 你父亲这么多年来的心血 就都白费了 怎么会这样啊 我一直跟你说 蚩市的儿媳妇只能有一个 那就是郑宝珠 是 妈 你说的这个我都明白 但是 蚩市集团的事情 我自己会想办法处理 但是我自己个人的感情问题 妈 你就别管了行吗 墨儿啊 不是妈妈不讲道理 像我们这样的大家族 就算是你的私人感情 也是跟家族利益息息相关的 数情数重 你自己得分清楚啊 门当胡对 是我们这种大家族 延续下去的生存之道 你已经长大了 应该明白啊 人这一辈子 很多时候 并不是只为自己而活的 好 妈 我听你的 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余昊聪明一刀两断 跟宝珠订婚 这样的投资太冒险了 我不同意 冒险与收益 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 如果我们止步不前 迟早要被市场淘汰 再说了 现在的产品更新换代这么快 如果我们不创造规律 那迟早 要活在他人创造规律之下 师傅 不管你怎么说 我还是同意张总的意见 年轻人嘛 总想争强好胜 老是觉得有赌未必会数 可是我们得搭上我们的身价性 郑小姐 你说对不对 这两只老狐狸 以为自己能买到正式手上的股份 现在就迫不及待地想做迟事的主 利用会议的空档 我想宣布一个消息 我和迟墨即将在下周订婚 什么 这是真的 那之前股份 之前有很多不识的传闻 说我们正式集团会放弃在迟事的股份 我现在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 我和迟墨即将订婚 也就是说迟事和正式合为一体 我和迟墨以后只会共同努力 一起进退 将迟事打造得更好 好了 好消息就暂时说到这儿吧 现在还是谈一谈刚才的计划 现在 举手表决 好消息 郑总 好 既然大家通过了 散伙 你怎么了 你包呢 我刚遇上了一伙强盗 我现在能完整地回来 真的是福大命大了 他们把整个发布会的现场 砸了个稀巴烂 什么东西都抢走了 天哪 我得去跟徐总报备一下 下次再去布置会场 必须得要配备相关的安保力量 徐总 徐总 等一下 徐总 徐总 我有个事情要跟你汇报 今天下午去观察场地 但是被医生神秘人给砸了 交给精密艺术处理 老板 前天在农家乐的共患难 今天就不认识我了 赤墨 到底怎么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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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